去餐厅吃饭自备酒水有许多餐厅都会收取开瓶费 基隆有这么一间快炒餐厅就用冰块费来取代 没有想到客人就质疑说你冰块居然要跟我收钱吗 业者无奈的说是为了让客人来店里用餐可以喝自己喜欢的饮料 所以不收取开瓶费而是用冰块费来取代 不管自备几瓶的酒水都只会向客人收100块钱的冰块费 没有想到这一回引发正义 对此收冰块费的店家喊冤 发文解释收冰块费是因为店内不会收开瓶费 所以冰块费等同于开瓶费 而且不管你带几支酒一碗使用多少冰块都只要收100元 像是有些餐厅业者会收洗杯费 其实也等同于开瓶费 看看一般开瓶费着收行情 热炒店通常一瓶收200元 KTV业者一瓶收500元起跳 快炒店基本就是靠酒跟饮料在这边生存而已 因为菜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少了 而这一回冰块费这样的明目引起争议 当事店家也决定下个月换菜单时 要将冰块费直接改成开瓶费 也避免引发消费纠纷 这朝仔涵斑马旺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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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